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高情商的人都有这五种说话习惯 生而为人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人打交道 所以人际关系的好坏 从本质上来讲都跟情商的高低有关 高情商的人处事总是恰到好处 和人交谈从不会给人难堪 不让人难受 高情商的人都是怎么说话的 高情商的人都有这五种说话习惯 一、看破不说破 不给人难堪 不让人难堪 是一个高情商的人最可贵的体现 高情商的人从来都是看透不说透 看破不说破 看破不说破是给别人的善意 也是维护自己的人气 不会在人多的场合说过分的话 不会让别人感觉不舒服 鼓与云打人别打脸 接人别接短 人无完人 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不要总盯着别人的不足 足够智慧的人从来都是取长补短 则善而从做人低调 保持谦卑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所患留一些余地 其实有时也是给自己留一些退路 不给人难堪 学会换位思考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才会更加舒服 影帝黄渤出演斗牛的时候 和女主阎妮一同接受采访 阎妮说 我之前合作的男生都是帅哥级别的 我跟你演夫妻 我就知道我要走向丑心的行列了 眼下之意调侃黄渤的长相难看 黄渤随即说 那我跟你演 我就走向帅哥的行列了 敲到好处的幽默 不仅巧妙化解尴尬 还表达了对严妮的赞美 此前有记者问他 高圆圆和林志玲谁更美 黄渤的回答完美绕开陷阱 平时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都会有眩晕感 你现在一下子说了两个人 就是中度眩晕 去参加鲁豫有约 鲁豫问他 你现在很火吧 黄渤说 那肯定是火 你想都能坐在家 跟鲁豫聊天了 那还不火吗 黄渤果然是娱乐圈里 数一数二的高情商 演技一流 歌唱得不烂 人缘这么好 情商还这么高 像黄渤这样 真正高情商的人 人际关系都不会太差 他们从来都不会让别人难看 还能不足痕迹的化解尴尬 让人如沐春风 每个人过度或少 都有一些事情是埋在内心深处 不愿为万人所知的 如果恰好被你看穿了 心知肚明就好 看破不说破 给别人留一些余地 有时候 一句多余的话 就会让别人陷入尴尬的境地 高情商的人 懂得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说话做事给人留余地 不戳穿别人的面子 这样的人 才会赢得尊重 二 说话有分寸感 分寸是一把量尺 做人没分寸 过轻则输 过热变冷 当你不会在众人面前 故意让别人难看 知道该怎样与人 恰到好处的相处时 你就掌握了高情商的分寸 对于陌生人 分寸感就是不随便吐槽别人 对于熟悉的人 你也要记得 不要轻易去谈论别人的 隐私和私生活 私应指口快是大多数人的痛病 但在生活中 有些话说出去之前 还是要奠量清楚 你自以为的直爽 在别人看来 很可能会是没有界限感 是为人太随意地表达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 我们可以亲密 却不能亲密无间 有些话不能说 有些话不必说 太直伤人 太直伤己 口无这人不叫真性情 直到分寸才叫高情商 人与人之间 即便感情再好 也不要靠得太近 即便关系再轻 也要留有距离 高情商的人 总是让别人觉得踏实 因为他们从不超越界限 不会让人为难 高情商的人 不会喋喋不休 既会耐心倾听别人说话 也会谈吐得体有度 说话让人舒服 高情商的人 会在各种场合 做出很恰当的举止 既能说话得体 也不能让人反感 更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看过一期金星访谈节目 采访的是女星杨幂 素有毒蛇之称的 金星抛出一个棘手的话题 她问杨幂 与她齐名的是小花旦里 谁动得到比较多 对于明星来说 整容本就是一个 比较敏感的话题 不回答不礼貌 回答不好不仅得罪他人 也会让自己很尴尬 杨幂略微诚意后笑着说 应该是我吧 场内外观众一片哗然 杨幂继续说 应该是我生孩子吧 机智幽默的回答 就连金星也对她赞赏有加 高情商的表现 并不是必须要迎合谁 而是在言行举止中 能够保卧好分寸感 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也照顾了他人的情绪 三 说话让人觉得舒服 人与人之间交流 为什么有的人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呢 那个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人 就是高情商的人 高情商的人 善于用积极态度与对方交流 巧妙地将自己融入不同场合 感知他人情绪 控制自己情绪 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容忍他人的冷言冷语 彼此情绪互补 言行产生和谐 交流也就变得融洽起来 他们懂得用良言感染对方 时时传达自己的善意 消除隔阂与戒备 收获对方的信赖 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之中 接纳自己的诚意 而无任何反感 甚至感到愉悦 他们总能够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 维护并尊重对方 这样的人 走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人 也是让你最感觉舒服的人 高情商的人 他们甚至沟通的重要性 高情商的人 往往善于发现别人的好 也不吝啬于赞美别人 这些发自内心的称赞 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 高情商的人 沟通顺畅 说话很受欢迎 除了能力出众 还能保持自信的神态 说话就是不卑不亢 让周围的人总是信赖于他 同时也能管理好情绪 与意见不同的人争执时 温和而坚定 懂得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从而建立相互滋养的合作共赢 会沟通的人 懂得适时调整自己的情绪 去迎合他人 从而寻找契机 将自己的好情绪传达出去 这种交流的方式 会让与之交流的人很舒服 会沟通的人 并不是把脑中的想法直接倒出来 而是推挤吉人地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好的婚姻也是关系滋养和共赢的体现 美国心理学家Goodman 研究了许多新婚夫妻后发现 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妻 其中一个人肯定是关系沟通的高手 他会关怀和体贴对方 营造出亲密的氛围 高情商的人 即使在吵架的时候 也能做到好好沟通 人在激动的时候 说出来的话有70%都是情绪 只有剩下的30%才是内容 吵架的时候 屡次站上风的那个人并不是高情商 真正高情商的人 是能在最生气的时候 也可以把最伤人的那句话吞下去 避免冲突的恶化 四 懂得好好说话 高情商的人 与人相处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 从不炫耀自己 高情商的人 不会轻易指责他人 始终会把别人放在心上 高情商的人 往往更善于包容他人 不斤斤计较 拥有一个宽容而体谅他人的心 高情商的人 不单单只为自己考虑 也能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不会一直抱怨和指责别人 更能够做到将心比心 情商高的人 都懂得如何好好说话 会说话的人 一出口就让人如暮春风 高情商的人 不轻易说狠话 不会以狠话去回应狠话 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头脑冷静 心为理智 抑制感情的冲动 克制急切的欲望 使自己始终保持良好的心境 心情开朗 胸怀豁达 才是高情商的表现 高情商的人 能够在表达自己的同时 又体谅不同境遇下 不同人的想法和能力 对局面有掌控 对未来有余地 对他人有宽容 对自己有约束 引定黄渤 虽然颜值不高 但情商超高 有一次 媒体记者问 那他与葛优作比较 言下之意 谁更红 他是创时代的电影人 而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 黄渤的回答不卑不亢 既没有贬低自己 同时也对前辈恭敬有加 黄渤是公认的丑心 没人脉没背景 但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里 能混得如此风生水起 除了演技 与他的高情商密不可分 5.懂得拒绝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人对你有要求 或委婉 或可怜 或强硬 当你对别人的要求 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最好的自我保护方式 就是拒绝别人 懂得拒绝 人生才能豁然开朗 拒绝需要勇气 而高情商的人 懂得事实拒绝 但我们总是 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可能有很多原因 比如你觉得拒绝 会伤了对方的心 或者你害怕 这次拒绝了对方 下次他也不会帮你 这会使你失去 潜在的机会 或者人脉 拒绝别人的同时 最忌讳的就是 托泥带水 很多人明明知道 自己帮不了对方的忙 但是不好意思拒绝 反而希望通过拖延的方式 让对方自己领会 其实这是一种 害人害己的方式 对方找你帮忙 没有得到你明确的否定或肯定 就会抱有希望 觉得可以再争取 这便耽误了他去想其他办法 很可能最后就因为你的拖延 影响了事情的结果 拒绝别人并不丢面子 给别人留有希望 最后却没做 才丢面子 高情商的人 会用适当的拒绝方式 能让自己活得顺利与满足 也让自己不会过于委屈 高情商的人拒绝就两个字 直截了当 不拖泥带水 拒绝别人时 干脆是一种态度 但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 让双方少一点尴尬 多一点自在和理解 直截了当拒绝别人后 最好再说明拒绝的理由 人的心里 永远追求有因有果 当他们知道结果 而没有原因去补充 在这个人心里 这个事情总没有完结 所以 被拒绝的人很希望知道 你不能满足我的原因是什么 高情商的人 人情炼打 事事动明 终会成为人生赢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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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